一百五十个来回 如今路程只需要五个时辰左右 便可以轻松完成 接下来的时间 一股脑的全用在了 执法与步法的修炼当中 哈 指尖杀影 一指点出 手指周边偶有杀力状的气流闪过 接着 平地黄沙狂杀习巢 黄沙万道沙尘漫天 雾海流沙 陆尘执法愈加快速 斗大的汉珠也随着真元的消耗 不断的滚落 然则 这并没有影响陆尘刻苦修行的决心 相反 他的脑海中一直回忆着 这一年来前玉门上下那些鄙夷的脸孔 刺激着自己的大脑神经 使自己更加的卖力 笑吧 笑吧 还有五天 我陆尘一定能够达到炼气三层 到时候 看你们还能笑得出来 咬了咬牙 又精神了许多 继续脚踏五罗流云部 修炼流沙执法 不到不能动的时候 绝不停止 陆尘心中暗暗地告诫自己 闸眼过了二十多天 陆尘从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坚持这么久 也许是因为左倾汉的缘故吧 十四天前 本就是炼气一层顶峰的陆尘 终于在了尘的要求下 提前一天达到了炼气二层进境 虽然只是提前了一天 可总的算来能够在十日之内 就从一个对真气一点都不理解的毛头小子 转眼间成为了炼气二层的修真者 这般速度 连了尘也为之惊叹不已 如今又是十四天已过 陆尘从未间断 只是自己终于摸到了炼气二层顶峰的门槛 没有志气 还能成什么大气 了尘的话就是陆尘刻苦修炼的兴奋计 自从被了尘大骂了一顿后 陆尘连达到炼气二层时的喜悦的心情都没有感觉到 跨入二层 直接冲击三层 炼气三层是一个坎 只有达到炼气三层 才能修炼倒数 制出灵符 甚至驾驭飞剑 五罗流云步 五重步伐 灵转 妙行 轻身 行水 流云 一套流云步走完 身行轻动 行云流水 流沙只进分六十 又有六六三十六般变化 真元气尽凝聚 只见一点 攻势凛决 霸道非常 走的就是一个坚弓破锐的路子 一套轻身步法 一套公敌执法 陆尘虽未炼之化境 可也颇具雏形 打得四模四样 二十多天的修炼 陆尘已经将体脉中蕴藏了十多年的真元 吸收了不足半数 整个就神清气爽 精神百倍 连头脑也灵变了许多 以往一些不能够理解的东西 也能够很快地理解 剖析透彻 若是能够全数吸收进去 可想而知 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深感自身的变化 陆尘更加勤奋 小屋之外 鸟尘静坐石椅之上 欣慰地看着陆尘 似乎从中找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 而郁家把自己和陆尘联系在一起 鸟尘便会更加地高兴 尽管陆尘的顽略性格 有时会让辽尘大为头疼 可当从陆尘的一身韧劲来看 他不得不承认 陆尘绝对是修炼的好苗子 狂杀西场 大吼一声 陆尘忽然一直点向身前顽口粗的翠竹 指尖气劲陡然射出 直接在翠竹枝干上开了一个小洞 电气二层顶峰 牛沙直发小城 陆尘停下手来 眼中金光频频闪动 喜不胜收 陆尘 一旁 鸟尘唤过陆尘 师父 陆尘兴高采烈地跑了过去 这次顽劣的脾性倒是没有显露 反而眼中涌出敬佩之色 能把自己调教到这个程度 师父他老人家比什么狗屁蓝玉清云强多了 陆尘如是想到 小臣自然不知道陆尘在想什么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正色道 还有五天 这五天是最关键的时候 如今你的步法与执法已经略有小成 日后可以慢慢伸延提升威力 接下来的五天就不用再在山间跑了 就在为师的屋中全力冲击炼起三层境界 陆尘文言一喜心潮澎湃 师父 真的能行 这叫什么话 小臣白了陆尘一眼 最后掏出一枚精致的丹丸 看都不看抛了过去 这枚引气丹给你 有了它可以将你体脉中剩下的元气一并引出 尽亏丹田 如果为师没有料错的话 也许三层并不是止境 引气丹 炼气器可用 能将体脉中的真元加速引导归入气海 一般的修真者都是依靠玄弓吐纳 导引天地灵气精华入体 一个完美的大周天过后 便会将提炼出来的灵气引入气海 并不会在体脉中存留 基于这点 引气丹的作用根本就不大 也可以说 它的存在似有若无 然而陆尘却是不一样 它本身就是天生时脉之相 体脉中早存真元 一直不得引入气海 说白了 这引气丹 也就是陆尘能用 对于别人 根本不会产生半点作用 三层不是纸镜 陆尘闻颜色变猜测道 师父的意思是有可能达到四层 辽尘语气平淡 我可没这么说 不过也差不多 不试试 谁知道呢 听完这句话 陆尘痞子性格又冒出头来了 嘟囔道 有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陆尘声音虽小 可却逃不过辽尘的耳朵 老者瞪了陆尘一眼 看得陆尘心里直发毛 早拿出来 早拿出来 你还会这么用功 不知所谓 先是撇了撇嘴 辽尘随后眼神一力道 进屋休息一会儿 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 你要给我拿出一百倍的精力 完成最后的突破 不管怎么样 辽尘对自己的确尽心尽力 陆尘心存感激 笑容一展 称了声势 随后便兴高采烈的 拿着引气单进了竹屋 灰红的雨宁殿 依旧香烟缭绕 霞光万道 无处不透露着仙境般的迷离 与静谧中的森严 大殿之内 鸭雀无声 上百记名弟子 站得那叫一个整齐 一个个昂首挺胸 眼泛灼热之光 一年潜心修行 为了承仙得到的夙愿 没有人不拿出一百二十倍的努力 而今天就是考验他们的日子 是猫是虎 就在今日便有分晓 说到此处 必须提一句 前玉门的考核虽然森严 可也不是没有漏洞可钻 就像这次入门考核 虽说必须要达到炼器三层 可也不尽然 那只不过是一个门槛 如果真的没有达到炼器三层 还可以通过比武教计 把达到炼器三层 却武力不达标的弟子顶下来 要说的是 别看这大殿之外 人数上百 可最终要收录的弟子也只有五十人 其余失败人等 若不是被门内的执事长老看中 便不得入门遣送下山 所以 今天就是各凭本事的时候 青云真人正今微坐在大殿守卫 身旁多了两个老人 与青云真人一样 两人穿着同样的长老长袍 身为门主之下四大主封的另外两位高人 他们的名号与青云一样 同时为青字辈弟子 一个是青明 另一个叫青川 前玉门门主的玉子辈弟子 旗下便是这三位老人和左青汉的师父 左青汉的师父是唯一的女弟子 同辈却不同号 男子辈是也 四人共掌前玉四大主封 拥有生杀大权 而虽然每次选拔并不需要他们在场 可为了自己的传承 他们每次都会出现在这玉宁殿中 选择自己的看重的人选 比如王鹤 之前就被三人抢来抢去 最后被青云抢到了手 三名老者属于门内至高掌权者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旗下便是丹 福 法 信 礼 教 等各堂执事 分管门内事务 再往下折 是一些比较有天赋的核心弟子了 大多都是在炼器七层以上 足有十余人之多 此时 众人正打量着殿内战力的上百计名弟子 视线扫视着同时暗运真元 视察某些看得上眼的弟子的气息 先做到心中有数 到时候选择的时候 也好有个方向不是 青云紧闭双目 看似神态轻松 心下却是辗转反侧 王鹤出去试炼已经整一月 至今未归 看来这次不能让他给自己的脸上长光了 深知蓝玉 做青汉 王鹤出去试炼的目的 青云只是有点失望 毕竟这一年他没少费心思去培养王鹤 而到了这种时候 也正是徒弟为师父长脸的时候 微叹了口气 青云睁开双眼 环视了一下心中暗暗欣慰 那个混小子没来 是不是知道自己不行提早下山了 王鹤那一百两文银还真挺管事的 虽然懒得问 但形式上还需要做做样子 青云故作不愿 放声问道 你们有谁看到陆陈了 上百名记名弟子面面相去 不知所谓 心道 问这个干什么 那个疯子根本不可能达到入门的要求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虽然这么想 但没有人敢表露出来 陈虎号拍马屁 这种好机会自然不会放过 闻声之下赶忙上前道 回禀长老真人 陆陈于五日前便没回过宿舍 应该是有仙剑之名提前下山了 哦 五日前便没有阴心 青云心中暗息不已 心道 没了这个小子 玉宁殿安宁多了 想到这里 青云一派长老的王霸之气 涌现而出 届时机会 敲打着众记名弟子道 哼 无事门规 这种人就算是有修行之志 也难成大器 而当不要学此等顽劣之徒 辜负了门内一片希望 明白吗 遇上百弟子公身失礼 声音高亢嘹亮 整齐划一 听得上手三真人连连点头 面带满意之色 正当这时 殿外忽有一道进风刮起 众真人刚有所觉 只见一道人影飞快略进 此人身材傲人 拥有绝世之姿 翘脸虽显幼稚 却也不失美人一个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左倾汉 嗯 青云一见 长眉一紧心道 他不是出去试炼了吗 怎么回来了 正到这里 两道人影也是同时飞掠了进来 正是蓝玉真人与王鹤 原来三人出去试炼 为的便是骗得索青汉 不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然而这小丫头脾气倔强的很 数日之前便发觉蓝玉真人等人 没有回反的意思 旁敲侧击之下 方才从王鹤口中骗得了原委 于是活 小丫头左倾汉心下大吉 屡次试图直身一人偷返前羽门 只不过在蓝玉真人的阻挠之下 并未成功 最后 小丫头以性命相邀 最终得到了蓝玉的转远 这才一路飞奔赶回了前羽门 进得大殿 一切门内礼法全然抛在脑后 美目急切地流转 始终没有发现陆尘的踪迹 急得心中一凸 双眼湿润了起来 哥哥 你走了吗 蓝尔跟你一起走 喃喃自语着 左倾汉也不顾在场 有着门内至高所在 回头便欲离去 蓝玉真人看在眼里 不由怒急 大胆 看玉门岂是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地方 给我待着 说话前 蓝玉真人玉指清晖 一缕暗尽透体而出 直接锁住左倾汉的穴道 使其动弹不得 王鹤看在一旁 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至于青云三人 更是摇头苦叹 暗道 真是孽障啊 这么一个出尘脱俗的绝世之才 若不及时地劝导 恐怕会毁了那一身绝佳的根骨 左倾汉哪儿顾着那些 小脸痛哭流涕的 师父 求求你放了汉儿 汉儿的性命是哥哥所救 这八年来 也是哥哥把汉儿拉扯成人 汉儿不能没有哥哥啊 师父 汉儿求求你 汉儿不要修炼 不要成仙 汉儿只要哥哥 可怜的小美女 众人眼中的好苗子 就在这么个严肃的场合里 哭成了泪人 蓝玉真人怪是怪左倾汉 可多数上却是心疼 漫步走上前来 蓝玉柔声道 孩子 你们始终不是一路人 不可能永远都在一起 放了他吧 是啊 这个时候 王鹤知道是自己表现的时候了 师妹 路晨把你送上山来 也不希望你就这么放弃了 你说对吗 不 没有哥哥 汉儿活着 也没有什么意思 师父 求求你 放了汉儿吧 小丫头性格与路晨相像 一旦决定了什么事 很难改变 你 吕叫不改 怎么说都不听 蓝玉真人气的双手都颤抖了起来 正在这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 却在店门外响起 诶 我没来晚吧 情农最盛之时 一道略带顽劣色彩的声音传进 大店众人赶忙望去时 不由心中意紧 嘿 这小子没走 同一时间 不止一个人生起同一个想法 只见店门旁 一个身形偏瘦 扶门而立的少年 映入了众人眼帘 正是左倾汉 久寻不见的路晨 此时的路晨 弯腰功倍 首付门块 胸口起伏不停 头上挂着细腻的汗珠 长发凌乱不堪 就连一身整洁的道袍 也不知何时 紧失了大半 整个人 仿佛从山雨 旁河之中走出来的似的 那叫一个邋遢 路晨出现 大店之中顿时陷入了死寂 翻上之后 哭成泪人的左倾汉 方才反应过来 一个飞扑将路晨紧紧抱住 哥哥 你没走 太好了 感受着贴身的柔软 路晨心魂荡漾 只不过看到左倾汉干净的裙纱 一双脏兮兮的大手 却不知该不该放 寻思了片刻后 路晨终于用手轻轻拍了拍 左倾汉的香肩 用着只有对左倾汉 方才有过的温柔声音 说道 这是怎么了 哭什么 哥哥不是答应你 等你回来吗 别抱着了 这么多人看着 不好吧